社会用字指的是流通于社会 用于社会交际领域的文字 社会用字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出版印刷用字 影视屏幕用字 计算机用字和城镇街头用字 其中影响最大 最能反映社会用字面貌 而且起主导作用的是前三个方面 城镇街道用字也很重要 它具有更强的直观性、形象性 观感上给人的印象更强烈、更深刻 社会用字的不规范 给汉字的十字教学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因为学生们常常要走出校园、接触社会 社会用字的不规范使用 也会导致他们书写不规范汉字 我们来看这几张图片 请你找找有没有汉字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好,大家可能都发现了 这里有使用了繁体字的 有使用了二简字的 有写了错字的 还有错误的使用了日文假名的 这些都属于不规范使用汉字的情况 社会用字不规范 主要表现在滥用繁体字 生造简化字 写错别字 滥用外国文字这几个方面 商品经济社会 广告铺天盖地 你是不是也关注过这样的广告 某自行车广告 其乐无穷 某帽子广告 以貌取人 某礼品广告 理所当然 这些广告语使用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 是不是印象特别深刻 你有没有购买的冲动呢 但是这些广告语 也可能带来如图这样的后果 仿逆成语对商品的推广有积极的一面 但是对于汉字的规范性和纯洁性 却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2000年10月31日 全国人大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 明确规定 对外汉语教学应当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规范汉字是经过系统整理 由国家发布 通行于中国大陆现代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标准汉字 历史上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规范汉字 秦始皇时期进行了文字规范 内容包括固定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 确定每种形旁在字体中的位置 固定每字形旁 以及统一每字的书写笔数 通过书同文 将文字的形体结构进行统一 确立了小篆 为规范字 唐代颜元孙甘露字书 把汉字的字形分为俗通正三体 其中的正字就相当于现在的规范字 在中国古代 规范文字通常是由字书或者启蒙读物来体现的 字书有收恩解字 甘露字书 九经字样等等 启蒙读物有苍结篇 元历篇 博学篇 签字文 三字经等等 现代都采用字表的方式 比如 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 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 简化字总表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这些字表都距离现在数十年了 几十年间 社会用字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常用字需要重新临选 网络用字极需规范 汉语走向世界也需要科学的标准 旧的字表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现实应用的需要了 新的规范字表呼之欲出 2013年6月5日 国务院公布了通用规范汉字表 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 共有8105个字领到了身份证 共分为三级 不同级别的汉字通行度不同 作用也不同 一级字表为常用字极 收字3500个 主要满足基础教育和文化普及的基本用字需要 二级字表收字3000个 实用度仅次于一级字 主要满足出版印刷 词书编转和信息处理等方面的一般用字需要 三级字表收字1605个 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 未进入一、二级字表的叫通用的字 通用规范汉字表是现行规范汉字的依据 社会一般应用领域的汉字应用应该以通用规范汉字表为准 原有的第一批一体字整理表 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现代汉语通用字表 简化字总表等停止使用 好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题目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看待那些名声古迹上的繁体、一体用字呢?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做了相关规定 在下面的几种情况下 可以保留和使用繁体字、一体字 第一、文物古迹 二、姓氏中的一体字 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 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 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 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 好,本章我们就学到这里 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